來 周永群老師 哪些手面向的人 小時候雖然很難帶 但是長大後卻很孝順喔 對 有些人真的 小時候真的是很皮 但是你知道嗎 皮的小孩是不是特別聰明 如果他不聰明 他皮不來 是真的 對 就微微糯糯 那個就沒有用 有時候話講回來 現在有些小孩很乖 乖到有點傻傻的 這還反而要擔心對不對 對 所以說 壞小孩沒關係 最怕生到傻小孩 傻小孩 是有這股喔 對 有喔 好 那我們看看 就是至高叛逆 體貼父母的人 就是他小時候可能很 智慧很高 很叛逆 但是吃得比較大後 或是年紀大了一點 他對父母這樣會 非常非常的體貼 通常這種人就是 額頭高管飽滿 像這種 對... 你看 結婚 我這... 通常喔 額頭很高廣 很飽滿的人 就是特別聰明 在工作事業上都會非常好 因為他比較自信 比較自我 有主見 想要挑戰一些 不可能的任務 通通都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挑戰成功 當然以後 你的工作事業都會非常好 因為你讀書讀得很好 那有一像這樣子的人 有的是讀書讀得很好 有的是在社會上 混得很好 他不見得完全就是讀書 讀書也不是完全 唯一一條路啦 但是他絕對是聰明的 所以說我們講說至高 但是他很叛逆 他就是不想走那個叫植入 他想要挑戰他的自己 或是說挑戰高難度的 什麼這樣子 那當然在小時候 父母會覺得好好的路 你不去走 幹嘛挑戰什麼高難度 或是說跟這個社會挑戰 要那個叫脫社會脫節 跟社會這樣 就是要做一些很特殊的 這樣的事情 那媽媽通常都會很擔心 但是這種小孩子 大了以後 反而會對父母特別特別的好 他可以給父母吃好 穿好什麼 他雖然嘴巴不講 不講甜話 但是問題就是 這樣比較冷也要冷父母吃 比較熱也要冷父母 就是說他會對父母 給父母穿好的 吃好的什麼都是用好的 只要他有父母都會用 因為他其實以前講說 那像這種人 對於父母的那個一切 都會關心在他的心 就心上 會放在心上 反而不會像那個 書讀得很好 一路走 到美國去 對不對 做大事業 對啊 你每天都說 我的兒子現在在做什麼 我的兒子在做什麼 但是你都看不到他 真的 這個反而是 他雖然有一點叛逆 但是小時候叛逆 但是到後來 他會關心你 老師說得很好 真的 真的 完全在他身上 再來一種就是 他行為比較執著 但是他小得環埔 就是環埔就是會 小得以後會笑順父母 會順父母 這種人就是眼睛比較小 但是他非常有神 這種人就是從小 他對感情 對什麼都非常的執著 有時候他教那個 應該講說 教男朋友或是教女朋友 父母覺得 這個就不是你的對象 這以後你們一定不可能在一起 但是他就偏偏不要 會要搞到兩個人結婚在一起 或是被人家 應該講說 傷得傷痕累累的 或是回來 靠北靠北 那個時候他才願意相信 媽媽他們說的是對的 爸爸他們說的是對的 因為他會覺得 我就是愛啊 我就是要啊 你幹嘛 而且這種小孩子 還會跟父母吵架 很會吵架 很會頂嘴 就是你就是不要在 你不要管我 我就是要 這個就是我的障礙 你幹嘛一定要管我 到後來呢 真的到後來分開的 也是這些人 因為他的眼睛 比較小的人比較執著 但是有神 他其實是會覺得 自認為看得非常好 自認為看得很好 但是他為什麼會 就是曉得環譜 因為他眼小有 但是他嘴唇厚大 嘴唇比較厚 比較大 像這種人到老的時候 他比較會想 他知道說 怎麼樣的去跟父母 所以他到後來是會順 這個就是比較執著 但是他動得環譜 知道說怎麼樣來孝順父母 好 另外一種 這個叫強勢精英 但是他會抱得春花 抱得春花 抱得三春花 來 這個是三根高亭 通常三根高亭的人 來自父母的資源也很大 他自己的想法也非常的好 但是問題是他脾氣比較執著 那再來就是他鼻頭飽滿有肉 像這種人都能夠嗅到別人 還嗅不到的傷機 他知道怎麼走 他在社會上 他知道要怎麼樣去做 那很可能他走的路 往往就是父母最擔心的 怎麼講 因為這個可能 你跑得太快 父母就覺得說 你就跟人家一樣做就好了 人家都已經賺 這個事業會賺錢 你就做這個就好了 他不要 他偏要做 跟人家不一樣 或是跑得特別的快 因為他上機已經秀到了 所以父母就是 到處在那裡等就好了 所以以後 可以給父母享福享受的 也都是這樣這些人 謝謝老師 像自己家裡面 有叛逆的小孩 比較有希望 真的 他就是 真的 媽媽的關心有時候 也很直接 說媽媽很唠叨 媽媽常常看妳 媽媽最關心的 就是妳的工作 我覺得我媽很不了解 我們這個行業的那些 然後她常常有時候看到 譬如說 可能錦繡二重唱 因為我們是一起出來 唱歌的 所以譬如說像秀琴之前 她很多戲劇或什麼 她都會說 人家那麼多戲演 怎麼妳都沒有人找 我覺得 就像篤琳哥妳說 我會不想嗎 我也很想 可是我會覺得說 真的就是 這個角色就是 真的比較適合她 我覺得她也很好 對 但我也沒有覺得 我沒有不好 可是我常常會 我覺得我媽媽這樣講 我常常其實在人生裡面 我覺得我是被她否定的 可是我沒有告訴她 因為我覺得她不能理解 我心裡想的 直到她現在 她還是不能理解 她還是不懂 她覺得為什麼就不是我 為什麼我沒有 其實沒有為什麼 這麼解釋比較好 想說希望她有工作做比較好 所以會逼她說 如果沒有工作 我就說妳怎麼今天又 怎麼休息那麼久 沒工作 沒通告 我的天 媽媽的關係有時候壓力好大 那這會怎麼辦 現在我的想法就是 我覺得她不能理解 那我試著理解她 我覺得因為她 就是 我試著理解她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她一定是很喜歡 看我演戲 一定是很喜歡看我在節目上面 這對她來講是一個樂趣 所以我如果沒有 我也會覺得說 我很對不起她 可是這些事情不是我可以去 去決定的 我試著理解她的想法 就是為什麼這麼想 看到我 因為她看到我 她會很開心 看到我演戲 像我之前去演八點檔 廢柴 她就每天就很開心 然後有我 然後就可以跟朋友說 那伯母是我們女兒 對 她就會很開心地 去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她 沒有辦法懂我的那一塊 就是被戳痛的那一塊 我覺得她沒有辦法 只要她演聯繫劇 或者什麼 我都從頭看到了 很專注地在看她的演戲 妳媽真的好愛妳 她好愛看妳 可是她會故意 妳的痛苦她都沒聽見 而且我本人每天都在她面前看 她看不夠 她要看電視 妳說妳媽媽的嘍叨 不但妳覺得壓力很大 妳爸爸也很辛苦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有一天被我爸嚇到 因為我爸很喜歡去 那個中和的跳打市場 我也喜歡陪我爸爸去 因為他有時候會很開心 買一些二手的東西 然後呢 都買些什麼 我爸其實都亂買 什麼東西都買 他喜歡玩古董 對 古董 他的東西真的是很多 相機 它到現在 它相機是以前的 有好幾五六百台 五六百個相機 老式的相機 對 裝底片的或者是手機 對 那個都很貴的 從那個按下去會 砰的那個他也有 他都有 然後有一天 我就跟我爸去跳打市場 結果我也買 我買很多 我看到我爸手上 一樣東西都沒有 我嚇到 我覺得怎麼可能 我爸平常都也是都會 多多少少買一些東西 我就問我爸說 你今天怎麼都沒有買 他說沒有 我只要買什麼 我一定就會被你媽唸 被你媽唸到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我說那你不買東西 你來這邊幹嘛 他說 我就逛一逛 看一看也好 我說那你可以買 我爸就說我不敢買 我爸說我不敢買 然後後來隔幾天買 我爸有一天要打電話給我 我嚇到 因為我爸哭了耶 我爸從來沒有這樣子 我爸那一天打電話給我 就有點哽咽 我想說我爸 發生什麼事情 我嚇到 我說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然後我爸就說 我 我不開心 我不開心 我 因為那個我覺得 就你想買什麼 你就買什麼 你又不是用麻的錢 然後我爸說 可是我之前那個 車禍錢是你媽賠的 我爸撞到人家 賠了好幾百萬 那我是跟他講說 因為我們也上了年紀了 都七十幾 你買那麼多東西 以後怎麼辦 然後他很喜歡洗照片 我們家孫子的照片 現在已經六七百本了 六七百本 真的很多 可能不只 他真的很有興趣 對 他是對 從小那是攝影師 那 對 我爸是攝影師 然後他喜歡 可是他現在很少 洗照片對不對 他每天還是要洗